这部片低调进行 就在快杀青的时候 一名台湾记者 在赌城遇到刘家昌 原定采访拍片 却一言不合 与刘家昌大打出手 他跟刘家昌在赌场里面打起来 人家去跑去告诉我 小哥小哥 那刘导演被人家打了 我跑过去 我就拉着那个记者 我说你干什么 怎么可以动手打人 神经病了这么多 你是个警察怎么办 我在讲话 我就两手拉着他 那刘家昌从后面就拿 因为刚打了头发的手 头打爆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回来加以轩然 背国旗的人还未上映 就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 有人抨击刘家昌 要演员跳机 无视法律有入国风 也有人力挺他 爱国不惜一切 我们在那个当时 我就要租一个公寓 在联合国的对面 插一个中华民民国的国旗 我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中国人在台湾存在的价值 是这样心情去的 然后回来把我们打击成什么样子 什么有路国体 反正任何名字忘我这张家 为什么 我在古明伦的事件被他们打倒了 所以便打落水狗 随便你打了 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 最后作出裁决 这部片半年不得上映 所有演员也遭到惩处 半年没戏拍 最后电影上映了 票房奇差 投资刘家昌的片商好友 因此亏了四千多万台币 此后刘家昌开始学做生意 但与一专业以外的商业投资 是非更多争议更大 有一天真真跟刘家昌 就一起去看一个朋友 那真真想说好吧 你们就聊你们的事情 我就到附近去转一转 没想到转一圈回来 刘家昌当下就买了一个饭店 然后取名就叫真真大饭店 然后真真就傻眼的说 怎么会这样这样 1982年 刘家昌与真真在美国经营饭店 没多久 饭店经营不善转手 1984年 政府执行一清专案扫黑 如联邦大佬陈奇里 马廷要遭逮捕 因为两人也是刘家昌 唱片公司的股东 刘家昌差一点受波及 其后刘家昌到处投资 最轰动的莫过于他获得国民党党营事业光华华夏公司的增资 于1999年买下国民党营的博新电视台 但同样经营不善 在生意人来说的话 我算是失败的 就是说 就是艺术家呢 也是没有做好 因为这个艺术家一摊财就完了 就就就 反正就是我很后悔 当年如果没有到重商的话 我应该算一个不错的艺术人 不仅如此 这个艺术人更在2000年总统大选 公开向政治靠拢 登报挺联批送 选后刘家昌高度配合华夏的商业手法 遭到检方调查 刘家昌与珍珍因此离开台湾 好几年不再回国 2007年甚至遭检方发布通缉 直到2009年香港演唱会之前 回台接受约谈 我在乎我个人的人格 我性格上有太多毛病 我性格上这种方法太多毛病 我人格不能再有毛病 觉得自己对社会有一点点责任 因为什么有点知名度 也有这么多创作 大家浪浪上口 就是希望不要变 就是那么简单 你现在你把金山银山堆给我 我也不会管了 看懂了嘛 看懂了 那个时候就是还年纪 当然相对比较小 就是那股冲动 所以我对一阵子一点都不喜欢 2009年检方侦查终结 刘家昌获得不起诉处分 在演艺圈纵横50年 刘家昌三个字 从影剧版 社会版 到政治版 每一次出现 都如戏剧般的高潮迭起 我往哪里去 才能找到自己 过去 让他过去 我不在 必死这里 你有多少知名度 相对你要负担多少 那个负面的东西 这个我现在看懂 我50年前 在基隆下了船 到台北 到夜总会打工 开始音乐工作 到明年 是50年 我想 人生任何事情 都有七点终点 我想 在这个时间 50年的时间 就一切终结了 以后 媒体也不会写我了 我也不再碰音乐了 这时候 完全结束了 把握你美好的前头 珍惜你锦绣的人生 愿你走进天天梦想 祝你有个宁静的夜晚 晚安 晚安 再说一声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